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本期主将 陈佳亮 大家好 咱们上一期讲到双击棍的三连反弹和大臂反弹 那么这是双击棍当中一个非常积极的部分 咱们本期继续会涉及到一个反弹当中的 就是连接三连反弹的这么一个动作 以及一个腋下换手动作叫零件飞舰 和一个腰后换手的动作 总共这一节 如果你想聊得更多的话 欢迎您关注我们公众者官方微信平台 或者加入屏幕下方的公众者推出群 参与我们大家一起的讨论互动 每周六晚呢 还会有其他教练在歹歹云频道上 为大家进行直播互动 希望大家能够加入我们 好的 咱们开始今天的调节 先复习一下山里克的课程 大币反弹和三连反弹 三连反弹 三连反弹 好了 既然反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咱们今天继续先讲一下反弹 三连反弹之后的一个其他的一个反弹 看我对边示范啊 首先架过去 好 这是三连反弹 连接了一个你的肩上和腋下的一个反弹 大家注意 好 我做一下慢动作 首先三连反弹 到这个点 一 二 二的时候 三 在你的右脖梗 就是你脖子和你的肩部 连接的这个位置 打有肉的部位 一定要打有肉的部位 这样才能够反弹 用你的困点这个部位 不然会容易受伤 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看我做吃饭 一 二 三 四 到你的腋下 五 回到肩上 好 看我做 一 二 三 四 五 好的 咱们做一下慢动作的 这个 吃饭 好的 这是一个 你身体上半身的一个反弹动作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你是已经有基础的会员 或者是没有基础的会员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刻骨认真地练习反弹动作 对吧 因为它是你后期 你能否把肩棍打成一个规范的动作 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 希望大家多能够停下练习 两个 两个换手 第一个是腋下换手 就叫俗性背线 什么动作 我先给大家做一下吃饭 好的 咱们再吃饭一遍 夹棍起 好 再来一遍 好的 咱们 这下换手 一定要有注意几个点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首先你夹棍 两个手握住的棍子 都是棍手 不可以这样 不对啊 看上 只有这样 我先能在一个高速运行的状态下 达到一个两个顿的平衡 不然的话容易够手 就像我刚才那样没有做得完全好 好 那么 咱们做这个工作 一定要注意 刚开始慢 然后再快 同时另一个规范的点就是 你的手肘 一定要重前方 不随一拍 双脚自然分开 看我夹棍起 一 二 三 四 然后带起来 然后反弹 就是这么一个夜下换手工作 希望大家能够勤加练习 因为这是一个熟能生小的过程 希望大家能够勤加练习 那么下面咱们再多讲一个换手 叫做腰间换手 好动作 首先由三点反弹下棍 咱们刚刚结束三点反弹 一 第二下咱们就不管条这块了 咱们第二下 把棍子拉到你身后 这里 一啊 这里 看我 一 二 拉到这里的时候 右手 拿棍 左手接住 右手给了棍 右手拿一棍 左手就拿B棍 看我 好的 再来一遍 一 二 好的 一 二 两个手 必然要拿同一个位置 不可以这样 这样 这样 都是不可以的 书非你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熟练 有一个完整的棍杆才可以 比如说咱们可以换不同的板 大家刚开始 一定要是一二 两个手 过一个位置 好的 咱们去完这个换手之后 连起来 把腰下换手 和这个腰后换手 连起来 然后腰后换手又涉及到一个三点反弹的过程 所以咱们今天呢 就把咱们 上期和这一期刚刚讲过的工作 做一个合成的套路 相对啊 能够亲家练习咱们这两期所讲的这么一个套路 首先 流行感悦 然后 三点反弹 然后腰后反弹 然后是 腰下换手 比较腰背剑 好的 我给大家做一个完整的吃饭 再来一遍 好的 慢动作 一 二 三 到这里的时候 可以 用手掌打一下 就可以 直接 好 注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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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按我这个套路来就可以了 好吧 咱们这两期有一个 比较完整的 小技术的功夫叫做 希望大家以后能够亲家练习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技术的功夫 只有 特殊的练习才能够达到这个技术 能够做得非常好 所以 希望大家亲家练习吧 好的 本期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再见